陛下 鸟冲已经制成 这绝对是我大唐的神兵利器 我大唐 凭借此般利器就将名垂千古 哦 呵呵 要是你再吹牛吧 真有那么神 你倒是将鸟冲给呈上来啊 就是 你倒是呈上来啊 哈哈哈哈 我来了 亲王殿下 肩膀上扛着的就是鸟冲嘛 哈哈 这鸟冲看来就是个长长的铁疙瘩 能打鸟吗 难道说扛着咋什么 刀剑能砍人 长枪能刺人 可这鸟冲真是鸟用没有啊 制奴 你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打造出了这灯铁疙瘩 你当初不是说能够弓箭一般射出东西吗 试问 这灯铁疙瘩能射出个鬼来啊 父皇 等大你的狗眼瞧好了 这逆子 有乱说话 就在这时 二毛扣动了单机 父皇 我这改良过的鸟冲 厉害吧 逆子 逆子 居然敢朝震射来 这可是你的父皇啊 你简直荒唐 逆子 你就是做事业 也可找个靶子来啊 干嘛又对着震慑呢 这鸟冲居然这么厉害 若是又在战场上 那岂不是直接镇压突厥那群铁骑了 陛下 微臣要参奏靖王 陛下 伟臣也要参奏靖王 靖王小小年纪 就意图行凶 该当仗则八十 刚才靖王此举 如同暗杀君王 可等同于谋反 当流途三千里 哼 靖王是要在文武百官面前 试验鸟冲这件新式武器 怎么到你们嘴里 就成了谋杀 就成了造反 你们这群玉石是不是每日就只知道拱火 我真是如此 朕就将你们全给辞了 你们自己回家拱火吧 李世民的话极为严厉 这让这群玉石们全都摸不着头脑 靖王固然有不对的地方 那就是他没有找准地方去做试验 但是他想在文武面前试验鸟冲的激动情绪 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次朕就小声大戒了 智奴 可听明白了 谨遵父皇旨意 智奴 快将你手中的鸟冲给朕看看 父皇 鸟冲太过于危险了 您不是合完 还是交给孩儿吧 您若是想要知道些什么 就尽管问我 我来向你解释 你这孩子 怎么不听话呢 一把鸟冲 让李世民眼馋不语 而不止李世民一人眼馋 朝堂上诸如成养经 御事工等 就都很眼馋 晋王手中的鸟冲 是我们火药方打造出的第一把 极为难得 鸟师 何时能打造出第二把鸟冲来 陛下 火药方是晋王的产品 何时能打造出第二把鸟冲 也是晋王决定的 鸟师 你可真没用 乖智奴 鸟冲的威力 这已经看到了 确实很厉害 如此一来 鸟冲就可以投入量产了 应该尽快多生产出一些 这样才能让我大唐的军队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 乖智奴 这第二把鸟冲 何时能打造出来 父皇 一个月后 火药方就将能量产出一千把鸟冲 到时候 孩儿欲要建立神机营 神机营的士族 全部配备上鸟冲 好 神机营 这个想法很好 所以 何时能给这一把鸟冲呢 孩儿想要亲率这只神机营 北伐突厥 父皇觉得如何 啊 你要率军 北伐突厥 这不是胡闹吧 你才区区三岁 你就想着领军出征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是啊 晋王殿下 您就不要胡闹了 领兵打仗 是我们的事情 怎么能让您亲自率军呢 就是 这次北伐突厥 就由鸟律师公率局为先锋吧 还请晋王殿下 将您要打造的神机营 交给我来统帅 放屁 当然要给我领经统帅了 晋王殿下 您才三岁 若是让您率军出征 只怕会被突厥人笑掉大牙的 既然如此 看来父皇和一众国公伯伯们 也都不需要鸟冲了 那我现在就让人将火药方给关了 别别别 晋王 有事好商量吗 好 郑子峰 以为天色上将 临陕甘道行军大总管 在临河东道行军大总管 率军出征 北伐突厥 你看如何 李世民一口气 直接给二毛封了三个官职 呃 伟证 你先别说话 谁让你说话时 你再说 父皇 成交 父皇 记得你的承诺 我先回府了 看来李承前这太子之位是没有希望的 现在陛下这么器重晋王 接下来的一个月 二毛让火药方的匠人们 加班加点锻造出了一千把鸟冲 从军营中挑选出的神机营试诀 此时正训练鸟冲的使用 好 很好 一周过后 本王带你们去北伐出绝 率军出征前 长孙皇后还极为舍不得 智奴 你才三岁呀 乖乖待在京王府内不好吗 何必往草原上跑呢 波波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听父皇和母后说 草原上可危险了 波波 等完不去啊 没事的小四子 你哥我猛得很 母后 您就放心吧 我有神机营护卫 还有剑神 肯定不会出事的 这兔崽子肯定带了一大堆的火药 去草原上 他的那些火药都厉害得很 这次草原上的可汗们 都要遭殃了 这小兔崽子把草原给烘成沙漠了 这小混蛋总算要走了 朕也能能清静几日了 否则这小混蛋 只要在长安城里 就肯定要欺负朕 李世民虽然嘴上是这样说的 但心里还是很心疼二谋的 沈罗 这次李靖 秦琼 程耀经 李济 玉池公等人 都将随你出征 遇事不绝后 可多多问问他们 你在长安调皮得很 但在外打仗 万万不可调皮 你的这些国公书百卖 打仗经验极为丰富 你还得多学习学习 父皇 母后 还有皇爷爷 你们都放心好了 左五位右五位两军 就有十多万人 更有陕甘道和河东道的数万大军 等我调拨 这次 我必为大唐产灭初决 将协力那老匹夫 给你们抓回来的 嗯 二毛率军 从长安城出发 带领大唐众名将浩浩荡荡 往沫南复地进去 这两个憋三过来干啥 殿下 我大唐当初在雪栽的时候 曾就援过 突立与宜南的部落 他们两大部落 赶念我大唐恩情 所以已经归顺于 我大唐麾下 如今 我大唐要对杰力用兵 这两大部落 自然前来相助 嗯 魏国公 这位是 二位可汗 这位是我大唐的晋王殿下 如今更是我大唐的天侧上将 此次北伐杰力 就由天侧上将 全权指挥 不是吧 李静 你们大唐皇帝在开玩笑吗 就是 简直在胡闹 虽说杰力上次落败了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杰力依旧是不容小觑的 你们现在居然让个孩子来捅兵 这场战争 还怎么打 啊 诶